現在我們假的還有這個 動畫都會的 我們就讓真的也會動起來 那老師呢 您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您剛剛盒子上面不是有兩個號碼嗎 這個SID是指下面這個 Device ID是指下面這個 那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控制的就是用下面這個Device ID 但是要記得有分大小型 那用官方去幫我們燒錄有一個好處就是 您會發現代碼比較短 我們如果老師自己買 上網買 自己去取得的 有點又臭又長8位數 都是10開頭的 但是這個 只剩2、4、5位數 5個號碼 所以這是用官方的好處 因為他們自己有自己的產生方式 所以 所以 等一下呢 老師可以把這個號碼 先打在 Blockery 右上角有個閃電 你把它打進去 那 記得喔 有分大小型 如果它有變綠色了 那恭喜老師 這個 就是已經連上去了 就連到網際網路上 所以您有沒有插在電腦上 不是重點 我們 用這個設備最主要就是借電而已 它基本上都是通過Wi-Fi 所以我在這邊 那我用我的行動電源 你接上電之後呢 它會像這樣 先亮紅色的 那會找我現場前面這台基地台 找到了之後呢 有沒有亮一下綠色 最後就是熄滅的 這樣就代表它有連上網際網路 戳路 這裡 哪裏 上面這個沒有出來 該不會 我的號碼也不對吧 慘了慘了 那我先講一下前面這裡 前面這裡 有可能大家 因為我們現在接14、12、13的關係 有可能會像這樣64顆全部都亮 也有可能都不亮 所以是正常的 這是跟我接的腳位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中間有接到一個12、13 那12、13其實本來是用在哪裡 用在三色的LT燈上面 它預設就好像就 就是那個有供電 所以變成說它馬上就會亮 但是那個沒關係 好慘了 該不會你們的號碼都不對 你的也沒有對不對 那要全部重貼了 我要很認真的要怪他們 竟然給我 錯誤的號碼 不是自己做的就是比較難解釋 現在雖然這裡就是連不上但是沒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你有連上去之後 你的閃電這裡會變綠色 綠色之後我現在就確定這個裝置已經連在網路上了 那麼我只要怎樣 只要把這個號碼換掉 我們剛剛不是用模擬器嗎 你跟他講我現在玩真的 我要玩WiFi 然後呢 後面這個就是要打 你的開發版的Divine SID 所以我在這邊把它貼上去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就可以 透過這樣去執行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 蒸的 會亮 模擬器也會亮 只要腳位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可以蒸的夾殼一起 一起玩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 那沒關係 現在這個有錯的話 我們就順便跟老師講一下 狀況排除 那我用另外一段來 拿著